這首歌主要是以電結他 一種比較厚實的風格 去製作這首歌 其實自己本身以前是彈結他 其實以前很多的創作 未入行之前的創作都是用結他寫的 近年的作品反而少了這個元素 所以就有這首歌的誕生 可能今年的其他歌 陸續都會拿回一支屬於自己的寶劍 放在身邊 這次MV有出現的那支結他是我自己的 它是屬於我第一支買的 比較沒那麼入門的結他 存了很久的錢終於買到的那一種 而且現在在我有的結他裏面 它是最原祖的那一支 我想陪了我都有 我想我未到二十歲就已經在我身邊了 所以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而今次這首歌 我覺得這支結他就是屬於這首歌 那可能下一首歌就是第二支結他就是屬於這首歌 我覺得這樣幾好 可能之後出現的演唱片也好 MV也好 這支結他就代表著這首歌 就是有那個元素在裏面 今年是會有些歌是好像一個系列那樣 是用故事性去貫穿的那樣 其實就是形容著一段關係的不同的Stage 譬如可能大家初初相識又是怎樣 那之後發展下去會是怎樣 那我Ending又會是怎樣 那我覺得通常 Ending 大家可能都會看 Good Ending Bad Ending 但是這裏真的要買個關子 因為我未完全肯定到 我的這個故事 那個句號是屬於一個怎樣的Ending 所以大家就要多加留意 現在因為我覺得科技發達 很容易就會買到東西 那剛剛又拍著彈結他 彈彈一下的時候 又跟朋友聊一些結他 突然間又見到一支挺漂亮 於是就又納入了自己的收藏to be 就是他還沒在我那裏 但是我會帶他回家 可能他會是之後其中一首歌的主角 還有我也挺肯定這支新的結他 但是我接下來開show都會見到大家 我沒分別人 我可以看 非常 是